今天 我们来玩密室逃脱吧 不知不觉也和这票朋友认识两年了 但是 认识DA和雨根的时间感觉更久 从粉丝到朋友 人生的际遇真的很奇妙 对吧 因为雨根认识红豆一家 然后又因为瘦打认识了杀人狂立宪 谁说游戏会带坏孩子呢 游戏让我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 即便大家都很忙 也要抽出时间来去雨具 所以今天 我们来玩密室逃脱吧 体能陷阱 考古逃脱 完蛋了 体能陷阱 没有问题 没有号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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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印第安纳层丝绝对没有问题 台北印第安纳层丝 这是一个关于金字塔和名字和眼睛 以及算术的故事 整体来说很好玩 不过空间有点小 人很多 新朋友 老朋友 好朋友 杂混在一起 有点闷 有点累 但是在汗水中 我看见某些人从未见过的一面 DA真的很贴心 雨根也真的很聪明 小红豆真的很圆融 大红豆也真的很会照顾人 瘦打很会注意细节 李线真的很会玩游戏 认识你们 真好 胜利逃脱后 我们去大肉一番 是乐个非常高热量的起司牛肉丼 下雨天 殲灭不了我们玩游戏的热情 有朋友 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